Like 最出名的就是 M 系列 還有最方便的就是 Q 系列 到底如果是新手來講 選 Q 還是 M 系列呢?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 & K 鏡頭鏡頭的 Franky 相信對於一些新手來講 想入坑 但是不知道怎麼入坑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適合我講 就是 Leica M 還是 Leica Q 呢? 先從他們個別的特質來講一下 首先就是 Leica Q Leica Q 它是非常方便的 也不重的 大約連電池是700多克 以現在這部 Q 三為例 光學設計的鏡頭是 28mm 拍一般的風景、旅遊相片非常適合 還有 Digital Corp 可以將相片製作小一點 拍出來的 JPEG 就變得比較小一點 譬如說本身是 28mm 可以變成 35mm 50mm 75mm 以及 90mm 最重要的是 Q 系列是有自動對焦的 快、不用煩、怕對不準 而 Video 方面就算 Q 2 也好 也有 4K 而 Q 3 呢? 去到 8K 夠用有得的了 電池方面呢 一般的情況 就算以 Q 2 來說 都是去到一日多些的 一半左右 所以電池的續航力是 OK的 再加上這部機是一個全蝙蝠的相機 影像質素方面呢 就無論如何都有一定的保障 好了 講完 Q 系列 我現在講講 M 系列 雖然這個是一個特別的版本 但只是顏色上的不同 對於 M 系列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最早就出了 M 8、 M 9、 240、 M 10 以及最新的 M 11 型號並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操作方面 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型號方面的改變 我想最大的變化 就是在這個像素方面 例如 M 8 就是 1000 萬像 M 9 就是 1800 萬像 240 固自然就是 2400 萬像 就算去到 M 10 都是 2400 萬像 去到 M 11 就有一個突破 去到 6000 萬像 如果是新手來說 我會覺得 M 10、 M 11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你說 M 8、 M 9 行不行呢 其實是 OK的 因為早期的數碼機在反應方面 可能會慢一點 初學者用會有點不習慣這個情況 當然不同的機器的價錢也不同 那就要因應你自己的預算而去計算 講完本身的特質之外 我再講一些他們的細節 好像 Q 系列這樣 它的光學是 28mm 對於一般日常和拍旅行照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28mm 一般的情況足夠覆蓋一般的景象 還有一點就是它有一個微距的功能 可以對得很近 就算不用微距也好 本身對都對得比較近一點 已經是去到 0.3 米 一般拍攝食物都沒有問題的 在防水防塵方面 例如 Q 2 就有 IP 54 即是防塵是 5 級 防水是 4 級 Q 3 就有 IP 52 防塵是 5 級 即是防水是 2 級 一般有上色的人都不會下雨 故意拿出來淋 在途中可能沒有地方避雨 就被迫被淋 如果喜歡外形的話 喜歡英俊的話 其實 Q 系列的外觀上 跟 M 都是很相似的 好像比較一下 大家都是接近的尺寸 形式都有點相似 只不過 M 只是沒有下鏡頭 所以在外形方面 Q 都會滿足到你 一個 Leica 傳統的感覺 講完 Q 我講講 M M 最吸引的地方是甚麼呢 M 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鏡頭選擇 由 30 年代的 Leica 鏡頭 到現在 2023 年出的鏡頭 是很多很多的選擇 舊的鏡頭有舊的味道 新的鏡頭有不同的感覺 還有一些復刻板 再加上有些副廠的鏡頭 都是可以配到下去的 想了解一下多些關於鏡頭方面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相信大家對 M 來說 最令你卻步的是甚麼呢 就是手動對焦的問題 其實這個並不難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光學的設計 你只要把兩個影像 跌在一起就可以了 只不過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我當初用的時候 都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但適應了之後 其實就不礙於是 反而覺得手動對焦 是更加得心應手的 我想對哪裏就對哪裏 絕對沒有迷焦這個問題的 就算兩部機的像素一樣 都好 其實 M 機的影像質素 是會高些的 我亦都作過一個比較的 之前 所以你是追求影像質素的話 M 機是必選的選擇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總結 如果你是喜歡方便 喜歡拍靚相片的 純粹是為拍靚相片而想的 那你可能選Q已經足夠了 那如果你是追求多一點的換味 多一點的參與性的呢 我絕對相信呢 M 機是適合你多一點的 因為真正的 Like 精神 都是在 M 機裡面 如果這個簡短的影片 未能夠滿足到你 那就歡迎你來到我們中環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去體驗一下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個 Like 我 以及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